國內本土疫情穩定下降 17號新增8218例 最近一週確診數都維持在1萬例以下 下週一起輕症免隔離 另外視訊看診也同步取消 未來民眾快篩陽性 必須自行到醫療院所看診 引發基層醫師憂心 一群人在診間後診 很容易被這個確診的人感染 政府這樣的決策 其實是不食人間煙火 即使他沒有被感染 他心裡也會毛毛的 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 凌然痛批取消確診 視訊看診可能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指揮中心不應取消 專家黃立民更指出 確診者得跑醫院診所 看診拿藥增加感染風險 認為暫停視訊診療 應給予一個月的緩衝期 其實還是會增加基層醫護人員的 一個感染率 造成說我們一些 醫療量的上面的損失 這其實是不太好的事情 那我們會持續的宣導 就是輕症的民眾 應該要戴口罩清洗手 再去就醫 然後就醫的時候要主動告 指醫護人員本身 檢驗陽性的一個情況 簽證確診管制即將放寬 勞工請假問題引發關注 勞工不強調 只要勞工提供快篩陽性 證明照片 就能請普通商駕 雇主應給半薪 不得扣全金獎金 另外勞工快篩陽性 如果想要照常出勤 雇主應尊重意願 可協議居家上班 不得要求勞工請假 若要求不能出勤 也要照常給付工資 提醒民眾要注意自己的 工作權益 記者 陳正茂 陳嘉倫 台北 採訪不到